等一等 玉女剑法 限迪打一阵 玉女剑法 我没见过像你这样丑的玉女 这是程世飞与乌丸的第二次交手 可让程世飞没有想到的是 乌丸不同于普通的武林高手 势大力尘的一掌击出 直接打碎了程世飞手中的竹竿 并将其狠狠一脚踢飞了出去 危急时刻 暗中观察的断天牙及时出手 打了乌丸一个措手不及 替程世飞挡下了致命一击 原来是你 上次我们已经招过手了 不错 我欠你的一定会还给你的 有空请你吃饭啊 程世飞眼见断天牙到来 果断选择了溜之大吉 而断天牙之前与乌丸胜负未分 这次刚好与其再战一场 两人随即出手攻向了对方 与此同时 程世飞没逃出多远 便被丽袖公主给拦住了去路 丽袖公主恼怒前些天 程世飞假扮太后戏弄于她 这次程世飞送上门来 当然要好好招待程世飞 于是丽袖公主发动了阴波大阵 也就是传说中的阴波弓 折磨得程世飞死去活来 断天牙见识不妙 用出伊鹤派盾法消失不见 可程世飞被阴波大阵笼罩 根本没有办法逃出过宾馆 丽袖公主更是请出杀招 拿来了一面超级大的铜锣 铜锣一响威力恐怖 直接将程世飞给震晕了过去 等程世飞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原来是丽袖公主搞的鬼 她给程世飞吃了十箱软骨散 在十二时辰之内不能动用内力 再厉害的迷药 也有药力消失的时候 到时候 我再好好地教训你们 乌丸见程世飞如此嚣张 上前用出了分金错骨手 折断了程世飞的四肢 若是没人帮程世飞接骨 程世飞将会一辈子无法动弹 为了更好地报复程世飞 乌丸又把她装进了大坛子里 让她在大坛子里生不如死地活着 成世飞虽然被关了起来 却阴差阳错见到了太后 太后同样被困在大坛子里面 她得知程世飞是受云罗郡主所托 专门前来探查自己的下落后 立刻对程世飞打开了话茬 表示乌丸抓来自己的目的 就是为了刺杀正德皇帝 太后请求程世飞能够帮忙 救救她那个可怜的儿子 承诺只要救皇帝脱险 就帮程世飞在五八同城上找份工作 可程世飞吃了十香软骨散 自身难保根本就是无能为力 就在太后沮丧之际 无意中看到了程世飞的脖子上 好像刺着许许多多的小字 太后在程世飞的脖子上 发现了少林排毒大法 让事情出现了转机 再看立秀公主和乌丸 为了刺杀正德皇帝分析起了局势 护龙山庄的三大密探 上官海棠中了乌丸的火银刀 短时间内不足为虑 龟海一刀和断天牙不合 两人基本不会参加同一个任务 因此立秀公主认为 断天牙才是最大的阻碍 在刺杀正德皇帝之前 一定要解决断天牙 时间来到两天后 立秀公主奉赵进入皇宫 等待正德皇帝的宠幸 铁胆神侯为了保护正德皇帝 派遣断天牙暗中监视立秀公主 立秀公主为了除掉断天牙 故意装作思念故乡的样子 心地善良的断天牙 明知道这可能是一个陷阱 可还是冒着风险就出了立秀公主 立秀公主清醒过来后 要断天牙送她回房间 趁机拿着准备好的发簪 悄悄暗算了断天牙 断天牙将其送回房间 才发现自己中了毒 浑身无力地瘫倒了下去 怎么了 走了这么久才觉得有问题啊 你的内力不是很好的吗 你 你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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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